10月22日广东雷州市公安局发布同报 9月17日晚雷州市龙门镇某学校发生一起轮件案件 案发后雷州市公安局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经专案组不懈努力犯罪嫌疑人陈某静男18岁 吴某凡男18岁均为龙门镇人 分别于10月17日到21日到2 目前仍有一人在逃 9月17号晚上雷州市龙门第二中学初三女生小郭 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宿舍 宿舍长也一直找不到人 就紧急通知了老师和家长 郭先生说他侄女有治理障碍 家人担心她的安全 当晚就已经报警 家人第二天找到侄女后 却发现他遭到了三名男子的轮件 案发点分别在学校保安宿舍和校外的宾馆 郭先生说侄女和嫌疑人并不认识 他们是社会青年 其中一名嫌疑人和学校保安是亲戚关系 有保安宿舍的钥匙 后来他们又以到外面吃宵夜 为由将侄女骗到校外 但将警方通报 案件发生后 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经过专案组不懈的努力 犯罪嫌疑人陈某进胡某帆已经到案 目前已被依法刑事之流中 警方也正对另一名载逃人员进行权力抓捕 在不加留意哦 我们下个人来以后 视频内一顺币 在未经历查评讯上